我们过了通旅后口 下面还有几条海轮过去 好的 要了明白 好的 好的 回来的 好的 过来的 船长 往前 我们需要把我的手机 用写写写写 然后看上去 因为进出长江的中外级海轮 它不熟悉我们长江的航道 还有一个就是维护国家的主权 我们的任务就是登上外轮的驾驶台 早上 船长 早上 欢迎 把进出长江的中外级海轮 安全引进 好 引出长江 我叫姚哲言 1985年 从武汉合影专家学校毕业后 就来到了我们长江银行中心 从事银行工作 那时候只有十几个人 现在的银行员有五百多个人 改革看望初期 我们进出长江的船 一年也就一千多艘船 可能有两三天引一艘船 现在呢 我们一天要引一到两艘船 而且船都很大 一年引的船也达到六万多首次 长江银行主要我们的银行距离比较长 航道比较狭窄 通航面都越大 外国船到了我们长江以后 它心里承受的那些 我们银行他们就感到紧张 第一次进长江他们很紧张 来到时间长了以后 就对我们的工作也比较肯定 就放心地让我们去银行 有的时候就有的时候 还在房间里休息 你还没认念吗 啊 银行工作是一个挑战性的工作 银行人要有眼光流露 耳听八发的一个能力 有的时候下大学啊 下雨的时候 经常有浪打到我们这个银行人身上 有的时候既兵 还有这个银行期还比较滑 也有滑倒的情况 有人说这个银行羊跟大学猫一样贵 因为我国持有银行 证书的银行也就两千多人 一个大学毕业生要经过十多年的培养 才能成为一个全能的银行羊 我们这个银行羊上的船 就代表一个中国人的形象 因为上不同国家的船 还要上这个不同大小的船 为了保证安全银行 我们对这些不同的船 船目操纵性能都要有个了解 还要熟悉这些外国船员的特性 厂家的经济发展还是比较快的 有的船经常来我们厂家 他们就感觉到中国的发展速度太快了 每年都有不同的变化 都有新的码头建设起来 沿江的高层建筑也一天天地增多 他们对我们国家的发展都很称赞 我们的银行使命就是把世界引进中国 把中国引向世界 过去我们更多地把外籍船通过长江引进中国 现在我们很多船都是中国制造的 我引领了三十万站的游轮 四百名船的两万标签集中船 还有四十万站的散货船 通过长江更多地把中国制造引向世界 中文字幕提供